马利亚的裙子 有了这个我们就能知道马利亚的秘密了 可是这可怎么脱呢 无处下手啊 小姐是裙子底下的钥匙 哦 就是这儿了 马利亚的房间相当正洁呢 哦这是 文笔不错啊 有画面了 有画面了 教授 我来这里已经一年了 我不会忘记那天的事情 那是一年前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我像往常一样 等待宾利从这里路过 要说为什么等宾利 因为宾利都是有钱人开的 就算哪天看走了眼 碰上了别的牌子 我也会屹立在寒风中 等待宾利的到来 直到这个人的出现 改变了我的一生 孩子 在这儿等宾利呢 看你的样子等很久了吧 应该等饿了吧 这里不会有宾利的 不如跟我走 我住在山里 那边路过的几率大 就这样 我不履阑珊的跟他回了家 吃到了丰盛的早餐 一天之际在于晨 我一盘一盘又一盘 可能是吃的太多了 转眼就把我关进了牢房 说要去和家人说 收留了我的事情 这都没问题 可是为什么把我和这个 受伤的大哥放在一起呢 我懂了 这个人是同行吧 这一切都是报应吧 教授可真是个好人 想用这样的方式 让我改过自新吧 虽然只有简单的药品 和这样的一条裙子 但我应该做得到吧 看来我想的没有错 教授认可了我的能力 那一天 我便将往后的余生 都交予了他 成为了他的助手 是你拯救了我 给予了我爱 只要你还需要我 我便会追随你 太感人了 看起来玛利亚 也是真心喜欢爸爸的吧 这可就难办了 果然是情敌吗 这个趴在地上的 就是教授了 看到远远趴在的爸爸 阿雅并没有过多的言语 大步向前 啊 是妈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 刚刚的那个人 真的是妈妈吗 可是怎么连他也 还没注意到呢 这场悲剧 是因为某位女性的关系 才发生的 因为怨恨 使得怨念化为诅咒 将你爸爸 带往了更深层的地狱 难道 没错 就是你的妈妈 不可能 妈妈连爸爸的工作 都能接受 难道 难道是因为玛利亚吗 不可能 我不信 可以去阁楼看看 那地方平时都上不去 老高了 别说我掉下去 就是这坛子掉下去 都得摔得稀巴烂 这是啥 电锯 行 这玩意靠谱 不仅伤害高 还有威慑效果 你想想哈 你拿着这玩意 谁敢惹你 咔咔的 碰到有人找你麻烦 你都不用动 就跟他说一句 小伙子 我劝你还是离我远点 我最近啊 有点手抖 我怕你一过来 我才没拿住 此言一出 都没人敢进你的身 诶 不对啊 这段不应该是 阿牙勇斗斯大恶人吗 这怎么回事 武器怎么还给扔了 啊没事啊 没事 这都不耽误 知道这玩意的威力就行 至于爸爸去哪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